哈囉大家好 我是WinWins的成員丸子 我們今天要來開箱這個 這個頸底系列它是毛濃濃的 然後像唐老鴨呢 它的盒裝是有點粉嫩粉嫩的 然後它旁邊側面這樣 多可愛喔 然後這是正面 然後這是它的另外一面 然後我們這個是代理版的 好 那我們就直接來開箱 另外它還有包這個泡麵 接下來我們這個款式它雖然是代理版的 但通常的話它們好像都還會有一個貼的錶 可是它沒有 之前好像有客人有在問這個問題 然後像這個有些有序號 但是日版的有些也不見得有序號 所以是要看 不是看序號就是日版的 現在好像不一定 所以要多注意一下 這個觸感摸起來 這個是毛濃濃的耶 就是它白色的地方 然後這邊 這邊就沒有 這邊沒有毛濃濃的 這就是一般的那個塑膠感 然後它就只有這邊 這好像看不太出來 這白色的地方 這邊是毛濃濃的 唉唷公仔做成這樣真的是很特別 這白色的地方 然後這邊就沒有 然後這個屁股這邊也是 也是白色的地方 這邊會毛濃濃的 然後 它的腳丫子也沒有 這樣好像看不太出來耶 可是螳螂壓好可愛喔 有沒有 這個螳螂壓超可愛的 它的做工我覺得還不錯 好 然後這個應該是吧 然後這個應該是吧 哇 不大耶 高度是7.5左右 高度是7.5 然後它的配件 是這樣 沒了 是 弟弟 紅鼻子的是弟弟 這個就看得出來 它這個是毛濃濃的 然後 我的這邊 好像有一點GG 看正面就好 真的耶 真的很GG 這都很正常現象 所以收到這個真的是 配率的問題 然後 仔細看一下它這邊 鼻子這邊是 公仔的 那種觸感 然後就只有它這個 這個地方 全部都是毛濃濃的 但它是短毛 就是很短很短那種短毛 好可愛喔 這是地帶 這個是 奇奇 奇奇好像有點白畫的感覺 然後這個是 黑鼻子 鼻子是 正常的 紅仔的一種 然後這個是 毛濃濃的 後面也是 然後前面都是 這不大耶 我的手掌來說 大概就是 這樣的大小 然後唐老鴨的話 就是 這樣的大小 那個手掌 這個手掌 差不多的大小 所以 弟弟子 弟弟跟奇奇 是比較小一隻的 這樣就超級可愛的 今天的開箱就是 這 不是 這兩款 那大家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記得按訂閱 謝謝各位 掰掰 唐老鴨 好看 這些小巨大 好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